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ATV的關人講事 最近在澳門的鄰舖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 就是海關關掌賴文王自殺 最近海關關掌都落撞了 撞了在澳門的聖美基墳場 即是以前的舊西洋墳場 但整件事我覺得最詭異的就是四鳥自殺 簡直可以不要聽這些形容的 就是一個殘酷式的自殺 首先就是吃安眠藥,戒手戒頸 再用膠袋粒頭自殺 令人最恐怖的是一個人 除非他真的要死的意志大到這樣 用一個膠袋會窒息 如果你動一動膠袋有空氣進來 其實就不會窒息了 這件事就是令到所有人都會很疑惑 究竟你這件事真的是自殺 還是被人自殺了呢 沒有人知道 但我覺得特區政府澳門那邊是有所隱瞞的 因為特區政府由頭到尾 尤其是特首崔細安 在賴門華關長死了之後 都不夠兩三個小時 就已經說賴門華關長是自殺身亡的 那有什麼原因之下 你沒有調查過 就這麼一口咬定賴門華關長是自殺的呢 除非有些不可過人的秘密 都體諒的 也都明白特區政府 也都只可以說他自殺 如果他跟你說賴門華關長是被他殺的 整個信息給市民的感覺就是 原來唐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是連一個高級的問責官員都照顧不到 他的人的生死安全都是管不到的 那麼對其他的司長 對其他的局長 對其他的官員 會是一個怎樣的恐慌呢 那香港的官員就真的不用怕了 你看 全部都貼到幾近 和這個特區政府 和這個中央政府 但是我都想提 即是說一句 你們個個都說賴門很乖 賴門很乖 你看看 現在什麼亂子 連特區的高官都可以被人殺的 那我都奉勸林鄭 什麼特首啊 麥斯麥斯那些 真是小心一下自己的安全 還有呢 就真的要做的真是檢點一點 可能未必是 特區 未必是中央政府派人殺你的 也都不可能這樣 可能有其他人去做一些政治的暗殺 或者一些影響到他者利益的時候 有一些持份者出來買 買起了你 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都跟忠誠反對派講 香港好有趣的 即是呢 有這樣的泛民主派 其實回家那些全部都忠誠反對派 政府有些什麼的 表面就反對 口就說反對 但做其實就贊成的 所以呢 就絕對不用怕 但是都希望 這個風氣在澳門 就真的要暫停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很久之前 有一個是 消委會主席 也是被人自殺的 澳門消委會主席 在廣州這三個月 之後回來就死鬼埋 那這些太多了 在澳門發生的 我希望香港不會一天 好像澳門那樣 也都希望那些官員 自己提防一下自己安全 因為說真的 未必是有料的人殺你的 但我怕你們 我害怕 我深信 我發夢 就見到一些官員 就被人扔汽油彈了 就像我們的第二號人物 林鄭月娥司長 也都好像我們的 一些一號人物 被人扔汽油彈 暴亂之下身亡 這樣做夢 若果真是這麼巧合 說中了 我相信這個 可能是開心的事情 也都可能對香港來說 不是一樣好的事情 那希望呢 那麼多的官員 呢 關注一下 也都希望那些古風 在澳門呢 就不要再出現了 也都衷心說一句 希望賴文華官長 可以再安息 也都希望他早日沉悅得雪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